上一集我说道,不能这么和学者比本事啊。 我说,我是用修行处的慧眼通功能追视历史影像, 站在这个高度一目了然。 从这个视角研究历史和钻在史料里研究, 求索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炫耀相比的。 朋友不住点头,我继续讲道, 史书每次造假都会留下破绽, 天理也不允许人间周密造假, 没有破绽的。 其实,人精心读史是能看出一些破绽的, 但若是迷信证实反复看,就被洗脑了, 内行也很难看出破绽了。 朋友又打开电脑,我指着地图说, 韩信带兵走到了景形最闲要的山路上, 韩信一看两侧的悬崖峭壁, 不知道有没有埋伏, 停了一会儿,觉得好像没事, 硬着头皮往前走。 走了一段路,到这儿, 当时道路真太窄了, 韩信本能地感到一股杀气, 马上知道上边有埋伏。 我感到朋友的心被揪了起来, 他急切地问, 真能有杀气啊? 我说, 如果这屋子窗帘后边藏着三个人, 你看不见他们, 也听不见动静, 但是你静下来, 你能感觉到恐怖不? 明白了, 心灵感应。 朋友说。 我说, 对呀, 但是如果你心浮气躁, 就感觉不到危险, 是不是? 对, 朋友说。 我说, 所以浮躁易怒的将军容易重埋伏, 大败仗, 做大将得有素质。 朋友问, 是不是两边山峰很高, 绝壁直如刀削? 我说, 你这也是文人的想象, 如果山很高, 就不容易看到下边, 怎么射箭? 而且峭壁很高, 伏兵往上爬, 就很耗费体力, 从上面往下冲, 就很耽误时间, 敌人容易跑掉, 所以高峰峭壁 并不是射伏兵的好地方。 朋友不住点头, 我继续道。 当然, 太低了也不行, 两山加一沟, 不高不低, 崖壁陡峭, 下边攻不上去, 上边又能看到下边, 射箭很容易射到, 这才是射伏的最好地段。 当时, 陈瑜排出一万伏兵, 就是埋伏在这儿。 这个地段, 当然现在开山填沟修路, 地形也变了, 不过那里还能看到遗迹, 从远处看这段路, 上面能看到下边, 下边也能隐约地看到上边。 小山坡上面, 能隐约地看到堆起来的一些石头, 一看就不是天然的。 别看上边很安静, 杀气腾腾, 很恐怖。 朋友问, 两小山加一沟, 这么险要的地方, 埋伏你说有一笛路长, 这么有力的地势, 那怎么就没有歼灭韩信的三万军兵呢? 我笑道, 这是千古之谜啊, 尘封在历史中了。 因为历史给抹掉了, 所以后世谁也想不出, 还能这么痔疮死官, 不费一兵一卒, 还反包围。 后世也再也没有这么精彩的战力, 你能想出来吗? 朋友摇摇头, 我卖个关子说, 这可是脑筋大转弯, 智力大难题。 你要能想出来, 也是军事奇才了。 今天继续想, 明天继续讲。 第二天朋友一来, 还是不住摇头, 没想出结束来。 我说, 这也确实难想啊, 五千年的战争历史, 唯有这一次完美闯过天险四观的。 我会眼通穿越时空, 看到当时韩信也急出了一身汗, 但是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没有退路了, 这三万人不可能退回玉玉去, 那样永远也闯不过井行口。 那韩信是怎么闯过去的? 还不费一兵一卒, 这太不可思议了。 朋友大伙不解地急切地问。 我说, 如果太可思议, 韩信还叫什么兵仙呢? 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史书为了掩盖韩信的功绩, 不给技, 后人也就学不来。 其实韩信一路上都在想, 万一遇到埋伏怎么办? 但是一直没想出好办法。 等到了埋伏的面前, 他冷静下来, 集中生智。 其实不是什么生智, 那是有高级生命在点化他了。 他一下就来了灵感, 就把答案想出来了。 是什么答案呢? 你能想出来吗? 请看下一集。 巧技迷惑闯死阵, 反身包围破敌军。 请看下一集。